建立财高满一个月的彰化公共自行车租借系统U-Bike 使用人数突破10万人次 第10万名幸运儿获得彰化县政府城关处制赠的纪念马克杯 不过骑自行车不像骑机车必须强制戴安全帽 因此城关处建议大家骑车时最好自备安全帽 保障骑士安全 不管是上班族情侣党还是学生 人手一张悠悠卡 租借公共自行车快速又方便 从5月22号是一运以来 短短一个月会员人数超过3万人 使用人次突破10万 因为要跟同学出去玩 所以我们来办很便利的U-Bike 就是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可以不用走路 就骑脚车比较快 第10万名幸运儿就是他 彰化县政府城关处处长也特别颁发纪念品 示范骑程的标准配备 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戴安全帽 自备安全帽 因为公共自行车 你如果说准备安全帽 大家带来带去可能有卫生的问题 大部分民众租借时都没有自备安全帽 不过也有模范驾驶 对啦 习惯啦 对啦 为了安全起源 市营运到现在从11处租借站陆续开站 到目前已经有22个租借站 平均一台车一天就有7.87个人使用 彰化县府表示将会争取经费 把租借站延伸到彰化市以外地区 让在地民众或旅客 能够享受公共租借自行车 带来的便利 新唐人亚特电视 叶喜红台湾彰化报导 这些人都要求您的第一个租借站 大部分都要求您的第一个租借站 在这些租借站上的租借站 在这些租借站上的租借站